Tonight I need your love 民眾在餐飲外送平台 Footpanda點餐時 與備註欄輸入手機號碼 點選使用環保容器 用餐後將餐具送回環保容器回收站 就能享有折底優惠 又能為環保愛地球盡一份心力 在台南我們有30個可以歸還的地方 那其中我們有6個站點 是以這種自助歸還站的方式進行 那像這個機器就是你只要掃描 投入之後 那就可以完成你的歸還 疫情前到疫情後這段時間 整體外送平台的業績 大概成長了7倍 那只要消費者歸還了容器之後 我們就提供滿百元 折30元這樣的優惠活動 依聯合信用卡中心通緝資料 餐飲外送平台營業額 109年上半年一達50億元 約使用670公噸免洗餐具 環保所在台南市中西區 東區及北區 率先示板環保外送服務 示板旗至明年元月四日值 然後再移承受慢慢擴大 外送的服務裡頭 就是從出去以後 然後到最後逆向的回收 這一塊以前是沒有做過 那這次透過這次的示範的一個動作 是希望知道說 整個一個示範計畫這樣做起來 到底是不是整個一個 它回收管道是不是順暢 我們認為它這個概念呢 非常符合我們的倡導的議題 那我們也跟我們的客戶群 做些溝通呢 他們都很贊成 以台南市來講一天大概有 0.8公噸 就是800公斤左右的一次性食材 這部分當然都需要誘因 需要誘因 都需要可能由政府來提供一些誘因 台南市長黃偉哲 環保署副署長蔡宏德 共同宣示環保外送起跑 福利民眾支持環保餐飲外送 確實減少垃圾量 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新方人也在電視時經往連飛雲 台灣台南報導 很多 真的 恐怕 是啊 這裡 小水 大 不是 非常 感谢观看